而且也为让小朋友体验到农夫的辛劳 让企业界来到产地认识有精力 五杰香农会也特别安排手工插秧的体验活动 让学生接近泥土 培养学童和稻米之间的情感 懂得珍惜每一礼拜 听完农会人员解说插秧技巧后 立则国小小朋友卷起裤管准备夏天插秧 但一脚踏进田里却是尖叫连连 让插秧的现场就仿佛变成了鬼屋之旅 不过小朋友的适应能力很快 一下子就玩得相当的开心 对吗 对 感觉呢 很好玩 什么 什么 因为可以亲自夏天啊 安分泥土的感觉呢 黏黏勾勾的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就是一个虽然是看起来很赞 但却是孕育我们很多的一个生物的养分 但如果小朋友他的分子还不够 他会觉得说他是脏的 但是我才就是来透过让他体验 然后再跟小朋友来做收敏 应该是小朋友越来越喜欢种田 或者是养花种树这样的活动 武杰相同会表示 企业任养月光明已经迈入了第三年 透过插秧的体验 除了让企业界来到产地认识有机敏以外 血统也可以了解到历历皆辛苦的意涵 今天他们所插的企业光明 在三个月之后呢 收成之后呢 我们还会邀请这些师生这些小朋友 甚至校长呢 一起来分享这些体验的成果 现在大部分都是用机械化来插秧 那今天就是让这些小朋友体验呢 随之繁荣生历历皆辛苦呢 让这些呢 小朋友也知道说 一口饭 一碗饭得来不易 要好好珍惜呢 今晚学生因为动作伸疏 插秧插得歪心有疤 但跟泥土的接触 却是最好的生活学习课程 让小朋友可以亲近大自然 激发对土地的热情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不得 得可和便宜兰新闻记者 给达云 鹿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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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